先看视频 外婆菜炒鸡蛋 我要说下饭菜里排第一 你可能不信 他是怎么发现我不信的 但是真的很非法 不信你就往后看 你看鸡蛋也不用打伞 像我这样炒熟 炒伞 就可以直接盛出来备用 这会儿啊另起锅 烤箱葱姜蒜 放入蒜苔 将这蒜苔啊 简单翻炒一下就行 然后拿出一包外婆菜 你看 一道就是一盘子两 然后像我这样翻炒两下 边炒出香味 只用生抽调味 最后啊 放入鸡蛋 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 这样做出来的外婆菜炒鸡蛋 看着就下饭 尤其像我这样用米饭一半 啥毛病没有 就是记得 多蒸几碗饭 这谁受得了啊 买了 所以好奇心 让伯伯替你们试一试味道 到底怎么样 首先我们准备几个鸡蛋 不要把它打散 直接倒进去 巴拉巴拉 大门店的壶子上 巴拉熟了 我们给它倒出来 然后我们放入葱姜蒜 给它巴拉出香味 再来点蒜海 随便巴拉两下 再来一包好吃的关键 外婆菜 再巴拉巴拉 给它把那小香味给巴拉出来 再来一点点小生抽 最后放入鸡蛋 这小香味 嘎爆表了 出锅 开饭 特别特别香 哦 鸡蛋 太爽了 给它往小米饭里那么一溜 细心酸 口感干脆干脆的 特别特别下饭 是真的好吃 你也想吃什么 赶紧点我头像进来 我跟你说 请不吝点赞